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 Watson AKM 華森 你有所謂NG穿搭 補妝是沒有規則和限制的 那這次會做的這部影片是因為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人告訴你 競品不要搭起 球鞋不要搭寬褲 或是某某搭反NG等等 各種花式建議 那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穿衣服本來對自己喜歡開心就好 到底哪有那麼多規則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服裝的看法 就廢話不多說瞞開下去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之前介紹Pogey的影片 當中他提到手破離的概念 我剛才會想要做的 我會想要做的一件事 我會想要做的一件事 所以就像他說的 在了一定的基礎後 就能打破常規並創新與突破 以往學到的規則都不再適用 而他也親身為我們示範了 用球衣搭西裝 即把電子錶改成懷錶等等 用行動證明 服裝是沒有規則和限制的 而正因為服裝沒有規則和限制 所以自然沒有所謂對錯 當然更沒有什麼NG穿搭可言 因為NG是不好的意思 可是審美和喜好主觀的 沒有什麼好或不好 就是喜不喜歡而已 就像我個人不喜歡古典樂 但這也不代表他很NG啊 所以我們可以討厭某種穿搭或風格 但不能因為自己不喜歡 就否定他人的價值觀說他很NG 也許大部分的男生包括我 都不會穿裙子 但不代表這樣穿就是不好就是錯的 如果因為自己或大部分的人不這麼穿 就說這樣穿很NG 那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多數霸凌 也許這時候有人會說 可是他們搭的很好看所以不NG 對說到重點了 所以這個好不好看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也有人認為鏡皮褲搭很好看 也有人認為全身logo很好看 也有人認為拖鞋配襪子很好看 那為什麼就NG了 所以重點並不是我們覺得好不好看 而是穿著者自身的感受 只要他喜歡他穿得開心 那就算跟我們的身分有所出入 也應該給予尊重 而不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別人身上 並否定對方 告訴他們不要這樣做 真是進一步嘲笑或謾罵 如果各位有看我之前GOLDMAN的影片就會知道 HELLO THE CREATOR 在年輕時曾因為穿著粉紅色的帽Tier被嘲笑 但幾年後 他卻把各種粉紅色的衣服帶到了伸展台 用行動證明自己 而大家熟悉的山本藥絲也是一樣 當年他進軍法國時的作品 因為使用不符合當時審美觀的破壞與不對稱 以及大量的黑色 而被許多時尚記者嫌棄 但他現在也被稱作 時尚的黑色詩人 透過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 這些在當時因為不符合世俗、價值與期待而被嘲笑的人 往往能夠取得比一般人更大的成就 所以在面對這些勇敢做自己的少數 我們應該可以有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而不是一句這樣算很NG 就否定了他們的個人特質 甚至進一步抹殺一個希望或可能性 那換一個角度想 如果今天大家要照著某個公事會被令走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長一樣 那這樣不就是去穿搭的衣了嗎? 更況如果大家要沒守成規不勇於嘗試創新的突破 那社會也會因此的停滯不前 再更進一步說 我們現在所看到時尚的樣貌 不管是精品和街頭的融合 還是東西文化的結合 不也都是建立在這樣的跳脫思維上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創新 我們就不會看到這麼多有趣的聯名 和無法定義的風格 時尚或服裝 應該是充滿包容的 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都有不同的思考和表現方式 都應該被尊重 所以不管是精品的搭配 還是其他任何被使用NG的穿搭 其實都是很棒的 只要你喜歡你穿得開心穿得舒服自在 那就是一套我的穿搭 好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原諒的想法在底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我是左侧我們再見 掰掰